我们来看这题,以至AB为实数且不等4 3小于等于绝对值AS加5小于B的解为-1 小于S小于等于1 或4小于等于S小于6 这数对AB等于多少 要听完事呢,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有等式的地方 所以这里是有等号的 那么这里也有等号,这里是有等号的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有等号的S等于1 那么有等号的S等于4 那么这两个值也就说有等号 所以3我们把它看成是等号 等于绝对值AS加5 整个绝对值,这两个是这个绝对值不等4 我们把它换成等式它的解 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把S等于1 我们把它带入 那么因此带入以后就得到3 那么就等于绝对值 S我们把它带1,得到的是A加上5 所以我们来解A的值 那么去掉绝对值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A加上5 去掉绝对值要取正负 所以是3 或者是负3 所以我们就求得A的值把它移到右边 得到是负2 把它移到右边,所以我们得到是负8 那么接着一样呢,我们把S等于4 我们也把它带入来做计算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会得到3 那么等于绝对值S我们把它带4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得到是4A加上5的绝对值 那么一样的道理,我们把绝对值去掉 所以得到是4A 那么加到5 那么因此呢,就会等于3 或者是负3 所以我们就求得4A的值等于 把5移到右边,得到负2 把5移到右边,得到是负8 所以我们就求得A的值 除以4,得到是负2分之1 或者是负2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得到A 这里有关系4,这里也有等4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找到共同A的值 那么共同A的值很清楚的 我们就得到A等于负2 那么接着呢,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呢,没有等号的部分 那没有等号的部分呢,这里是没有等号 这里也没有等号 那么这里呢,也是没有等号的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呢,当S 那么等于负1 跟呢,S等于6 那么这两个的值呢 那么就是没有等号的 没有等号就是绝对值 那么AS加5 那么这边呢,我们就把它改成等于B 那这两个值呢,是这一个绝对值 等式它的结 那么因此呢,这一个A值 我们刚刚已经计算出来 这个A值,那么就等于负2 所以接着呢,我们就把S 那么等于负1 我们把它带入来求B的值 那么因此呢,负2乘上SS4负1 我们就得到了绝对值2 加上5 那么因此呢,绝对值就会等于7 那7这个值呢,就等于B 所以呢,我们就求得A 跟B的值 那么题目呢,是要求 数对AB 我们求得呢 A的值4负2 那么B的值 47 所以呢,题目要来求数对AB 那么经过计算结果得到A呢 4负2 B 47 也是要求 ambulance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